经常听说没有什么烦恼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 不过吃火锅是爽了 但是吃后容易出现各种问题 比如说像长痘痘 嗓子疼 溃疡等等 甭提多难受了 而说到让人上火的元凶 估计大家第一反应都是觉得吃了辣的火锅 其实在告诉大家一个扎心的事实 这吃火锅你不吃辣火锅也容易上火 这是因为它火锅本身就是具备上火属性 食物它是有温热含良品的性味之分 加热就能够增加食物的热量 例如说偏凉的梨吃了是容易拉肚子的 但是你煮煮再吃就不那么凉了 吃火锅的时候咱们边煮边吃入口滚烫的食物 是更加容易改变我们人体含热的比例使人上火的 所以如果你想通过吃不辣的火锅就来避免上火 那可就要失望了 好言归正传 那跟大家来说说怎么吃火锅才不容易上火 吃火锅的时候搭配一些良性的食物 其实是可以起到抵消的作用的 那咱们比较推荐一些良性的蔬菜 比如说像冬瓜 丝瓜 白萝卜 油菜 菠菜 白菜 还有金针菇 蘑菇 还有莲藕 椒白 笋 菜心等等 或者是红薯 土豆 香菇等 吃完火锅咱们再来吃点良性的水果 比如说梨子 苹果 火龙果等等 记得要生吃哈